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MWatt News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美国的加息 刚刚在香港昨晚的凌晨时间 美国宣布了加息四分一利 今天香港金管局也跟随了 不过老实说 这次我想香港这方面 财金界都已经马上有一些意见出来了 就说不会每家银行都可能会跟随这个加息 因为有些资金比较松动 流动存款多的话 其实可能没什么加息需要 这件事我就分两面看 首先在美国方面来说 其实现在失业率那么低 经济那么好那么强劲之下 加息是不可口非的 不过这样 在一个商人自觉的情况下 特朗普总统希望 眼见到的就是一个歌舞升平 甚至乎要充满经济活力的一个美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然不欢迎加息 但是明显地 虽然他在议息之前 自己出口述 说明不喜欢加息 不过联储局那十票全部都赞成 证明了其实联储局或者政府里面的金融体系里面的官员 我想跟白宫的看法是相左的 虽然白宫本身都有经济顾问 但是很明显地我想跟联储局之间的沟通 应该现在都不会太好了 令我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金融体系 尤其是政府的金融架构 它本身的要员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关系 或者想法够不一致的话 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你说好像现在这样 那个失业率又低 那个股市也不错的话 那当然没问题 但是如果遇着一个所谓一些未能预见的黑天鹅的话 我相信我就相当担心了 因为如果到时一旦出现一些突发性的经济危机的话 我想特朗普政府和这个政府里面的财金官员的意见 很难去谈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对于美国的一个所谓三年五年的经济环境发展 我其实是相对担心的 说回香港 香港大家人 我想香港大家都会想就是跟着楼市会怎么走 其实虽然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 不过之前也曾经有银行 就轻微减低了那个按揭利率 希望增加市场占有率 那就见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加息对于香港这个资金那么充裕的地方来说 暂时我想对楼市的影响相当有限 相对上 其实我觉得如果今次美国仍然加息的速度 正如联储局主席所说 下年如果只不过只有两次机会加息的话 我想香港都会进入一个 就是说继续在一个低息的时代里面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就挺有利的一个楼市的发展 但是我想现在楼市的发展 绝对就不只是看息口的变化 反而在那个大围经济环境 例如中美的贸易战 或者这个油组和美国之间的角力 引致那个能源问题 我想这些反而才是值得大家担心的地方 那究竟那个经济发展未来会怎样呢 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大家继续谈